在纽约上周发生的豪华房车失事以外,当局继续就事件进行调查。 当局指,暂时未知当时房车行驶的车速和房车在交叉路口没有停车的原因,也尚未得惜司机是否有尝试刹车。 路面虽然没有明显的刹车痕,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大悟或汽车采用了防锁死刹车系统。 同时,也不清楚事发时乘客是否有戴上安全带。 调查人员表示正调查司机的驾驶记录、证明文件和进行验尸,以确定司机是否受药物或酒精影响。 另外,当局也打算检查出事房车的数据记录、吸血零件和出事路段的路面情况。 出事地点一直是交通黑点,州政府已下令,出事的房车公司暂停营业。 房车公司昨晚发声明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强调宪证进行详尽的内部调查,并正和州以及联邦人员会面。 根据联邦记录显示,公司在过去的两年曾进行过五次检查,其中四辆车都被验出有问题。 在9月4日的一次检查中,车辆被指刹车制出现问题,没有妥善的逃生出口,有爆胎或轮胎被磨平的情况。 挡风玻璃水波出现故障和其他的保养问题。 此外,公司的持有人侯赛恩·贝杰,曾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 在911袭击后,他曾渗透过伊斯兰组织参与至少三宗调查。 在其中一件案件中,他写著将被指策划,炸毁纽约犹太教堂的一犯定罪。 根据侯赛恩的一份供词显示,他在1990年代成功申请政治庇护逗留美国, 其后因为进行诈骗被控,不过就与控方达成协议,充当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一换取不用坐牢。 联邦调查局拒绝就事件做出回应。 昨晚,在上周的阿姆斯特丹举行了悼念仪式,超过1000人参与,民众高举蜡烛,以象征团结和坚持。 昨日清晨时分,在布鲁克林发生了一宗入屋性结案。 男受害人是一名退休市警察局中尉,他的面部被疑犯割伤,而他的太太就被性侵。 警方昨日成功逮捕到两名疑犯,宪政通缉第三名涉案的疑犯。 事发地点是在布鲁克林的Marine Park的一个寓所, 一犯手持手枪闯入单位,多次以手枪袭击72岁的男受害人的头部, 并以开箱刀割伤男受害人的面目,其后更一度性侵女护主,两人送院治疗。 一犯失击后就将受害人的汽车开走。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调查人员在现场找不到男受害人的手枪, 相信一犯犯案后一同带走。 警方昨日在布鲁克林爆台公园隧道找到涉案的车辆, 继而逮捕一名21岁的男子和一名25岁的女子。 据知,当局正调查此次的入屋警窃是否与受害人其中一名儿子的债务有关。 有邻居表示,受害人47岁的儿子患有精神病, 有狂躁抑郁症倾向的药物上瘾。 他在康复中心住了一段长时间,就在数星期前, 他曾经在狱所出现,其后就发生了这宗事件。 有邻居也表示,受害人的儿子会在半夜时分在街上自言自语, 又会在街上奔跑打叫。 据了解,受害人的儿子上月因为涉嫌持有毒品和非法闯入而被逮捕。 在6年前,女受害人就曾报警指, 儿子多次出现在他们的寓所,并猛烈撞击大门。 这几日,在皇后区的Sunnyside街道上, 出现了反移民人士的传单。 传单上呼吁市民向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举报非法移民, 该区的市议员做出谴责。 传单上写道,向移民局举报非法移民是所有美国公民的公民责任, 他们违反了法例。 皇后区市议员布拉莫表示, 他在上星期日的早上,在Skillman Avenue加35街附近的电箱发现了这些传单。 他表示,这些传单令人感到愤怒, 明显是在这个多元文化的社区散播仇恨主义, 目的是恐吓移民人士,并鼓励市民举报他们的邻居。 他续指,相信传单是由推崇白人至上主义的新纳粹团体, 美国先锋张贴,这些传单在多个校园可见, 包括在德州的奥斯丁、华盛顿州和巴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 有支持移民人士的团体表示, 此次的事件归根究底,是因为总统川普的反移民政策, 变相鼓励如此激进的行为。 昨日早上,在曼哈顿时代文森镇的一栋大厦, 一名女子被人尾随入电梯后被性侵, 更一度被勒紧,一犯事后逃走, 警方宪政通缉涉案的一犯。 事发地点是在东二十街和C大道附近的公寓, 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犯没有门卡, 他尾随一名住客进入大厦。 其后,他在电梯内抚摸42岁的女受害人, 并亲吻他。 当受害人离开电梯尝试逃走时, 一犯就将他拉到楼梯, 骑着他并勒着他的颈部。 当受害人大叫时,一犯才逃走, 受害人颈部有伤痕或送院治疗。 警方指,一犯是非议人士, 身高介乎五尺七到五十九。 案发时身穿深色的长袖卫衣, 深色剥鞋,鞋底为白色, 头戴棒球帽。 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有相关资讯, 请致电扑灭罪行热线800577-8477。 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教授罗默 昨日连同一名耶鲁大学的学者,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两人将经济成长,气候变迁, 以及创新等关键的议题结合, 贡献受到表扬。 62岁的罗默研究为何特定经济的发展速度较快, 结果发现经济力量会左右企业, 孕育新的构想和创新的意愿, 研究为内生成长理论奠定基础, 这项理论阐述知识和其他商品有何差异, 以及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茁壮发展。 罗默表示,自己没有预期会得奖, 不过他也对自己获奖后, 学术理论有机会获得拓展表示欢迎。 罗默在纽约大学成立了史登都市化计划, 研究政策制定者如何能控制城市的快速成长, 以创造经济机会和从事系统性社会改革。 另外,罗默也正担任大学城市管理研究所的首长, 智利和市民合作提升城市管理。 罗默曾与史丹福大学执教编, 2016年起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兼资深副总裁,在今年1月卸任, 其后转任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为配合大都会捷运局的提升地铁站工程项目, 几个上西城的地铁站早前关闭了一段时间, 72届BC线地铁站就在上星期完成维修工程。 当中,日本艺术家小野杨子的作品令人眼前一亮。 作品名为《天空》由6块马赛克版组成, 每一块都有蓝天白云和梦想、紧接爱、想象和平等字举。 现实站内只是安装了4块, 预计剩下2块将于本个月底前, 再往下城方向的月台上安装。 小野杨子在生命中表示, 希望将天空带到地底, 这样天空就可以一直与我们同在。 他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作品可以为所有纽约市民带来和平和喜悦。 小野杨子是前披头士的成员, 歌手烈农的第二任妻子和遗孀。 他们于70年代搬到72街的达科他公寓居住, 这个地方对于他们来说一直是家。 不少乘客对作品表示赞赏, 有乘客表示, 很高兴可以在一个繁忙的地铁站看到一副令人感到平静的艺术品。 整个工程项目历时接近5个月, 一共耗资2800万元。 除了小野杨子的作品外, 地铁站也新增了电子屏幕和椅子, 装修出入口和提升照明系统。